中川四月 三岁的小厨师憨憨和他的爸爸妈妈 正在赶往陕西榆林的张家山镇 张家山镇高家冷村 是陕北大山里的一个民风淳朴的普通小山村 然而就在这个远离市区的小山村里 却保存着一门祖辈们世代相传的传统手艺 手工空心挂面 正是这种神奇而美味的挂面 吸引了憨憨和他的爸爸妈妈一起来到了这里 憨憨的爸爸安闹闹来自法国 他是按常烹饪 在北京经营着一家法餐厅 受爸爸的影响 憨憨从小就对做饭表现出浓厚的兴趣 谁多吃我的火腿呢 这个下车货 下周憨憨怨在法国的奶奶就要过生日了 所以我希望我们可以去一个很美妙的一个地方 做挂面 我这样可以把一些面送给我的妈妈 给她这个很特别的生日礼物 给我奶奶 给我妈妈 给我妈妈 村里来了个外国小娃娃 这在张家山可是件新鲜事 为了迎接远道而来的客人 村主任带着憨憨一家 来到自己的兄弟张彦兵家 第一次见到陕北的窑洞和土炕 这让憨憨十分兴奋 小花生 这些小朋友叫小花生 还收到了爷爷奶奶 从乡下寄来的东西 冬暖夏凉的窑洞 让憨憨一家倍感温馨 临睡时 妈妈特意挑了一本憨憨平时最喜欢的美食绘本 开始给两个孩子 讲起了吃面条的故事 哇 有什么 来帮我看看 鲫了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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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鲫 洋葱 妈妈说我们有这么多的蔬菜 让我们用这些蔬菜 做一个蔬菜汤喝吧 那佳佳你吃过那么多那么多面条 你知道这个是什么吗 这个是什么你知道吗 呃 面条蔬菜汤 佳佳你知道吗 这个是意大利面 你吃过意大利面吗 没有 到时候让憨憨和爸爸一起给你做一个好吃的你从来没有吃过的意大利面给你好不好 好 太棒了 那我们期待明天 我也很期待 我也很期待 那好了 一天的旅途劳顿和初来乍到的兴奋让憨憨很快进入了梦乡 明天他身上的任务可一点也不轻松 他要开始从头学习空心挂面的制作技艺 那么三岁的憨憨憨究竟是否能完成这个挑战呢 做挂面的第一步就是磨面粉 要想做出的挂面顺滑有空心 面粉的质量是关键 小毛驴磨面就是今天憨憨要面临的第一项挑战 第一次和小毛驴的亲密接触 一点也没让韩寒胆怯 他很快掌握了甜麦子的节奏 像模像样的和拉末的小毛驴配合起来 我进去了 你自己来 你知道这叫什么吗 我不知道 这叫麦子 麦子 这叫这个麦子磨成面 然后才能做画面 对 有点疼屁股 再来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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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棉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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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心挂面最佳的食用方法就是酸汤挂面握鸡蛋 为了吃到自己亲手做的挂面 棉芬 但是棉芬还需要一种重要的食材 棉芬 去找鸡蛋 去找鸡蛋 去找鸡蛋吧 好 小鸡们 太多鸡蛋 太多鸡了 这怎么做 你特别担心 你特别担心 这个鸡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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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和面 搓条 上面 晒面等十二道工序精致而成 其中从面饼成形开始 每道工序间都要经过一至两个小时的醒制过程 这就意味着制作者几乎需要一夜不眠不休 才能恰到好处的控制发酵 你看这个面 空心面就是从那儿来 哇 确实 是有好多苦吗 坐面也是属于中国功夫 每个动作就是有感觉 确实 这个我一定要让我孩子看一下 因为他也是中文 他会学习学习这个 他会觉得好玩 走 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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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让他睡醒吧 爸 我要带他去看这么多面 没关系 作别有趣的 这个传统文化 必须去看看吧 对啊 大清早就被从睡梦中叫醒的憨憨 委屈地哭着 憨憨的妈妈看在眼里十分心疼 我跟爸爸的意见真的是不太一样 听到宝宝哭我也会很心疼 万一要是生病了 后面几天就会影响到 我们后面的这个行程 包括他体验这些事情 所以我跟爸爸的出发点不一样 我希望憨憨不是那种太宠坏的孩子 我希望他会知道 有的时候要起床 要努力 要工作 再可以有好的效果 他肯定会了解不要浪费东西 我们要尊重我们吃的东西 为什么我看肚子 我看肚子 好吗 好吗 慢慢看 今天那边是什么 我认识 今天那边他们叫我呢 我认识 我也太脆弱了 我还要再睡 你最喜欢蜜蜜 默默软软的 对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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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一会儿 憨憨就停止了哭闹 她被眼前上下翻飞的面条吸引了 小厨师没有忘记自己的使命 主动提出要学习如何上面 这个不容易 我估计你不做 你做不了 我也做不了 上好的面 依次平行摆放在杏面仓里 盖上一层湿龙布继续发酵 接下来就要迎来空心挂面最神奇的时刻了 上午9点左右 经过一夜反复加工的面条 迎来了升华的关键时刻 经过最后的拉伸 此时的面条 终于舒展成了一排排细长的银丝 这瀑布一般的成品 就是神奇的张家山手工空心挂面 我是跟我的妈妈学习做菜 我现在在中国离我的妈妈很远 我真的想她 真的想那些我们做的面条送给她 你觉得呢 好呀好呀 我妈咪学习 寄一些给奶奶好不好 送给奶奶的面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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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呼 嫂悟 鸡天来 憨憨一家和村民的相处非常愉快 憨憨和村里的小朋友们 也都成为了最亲密的玩伴 怎么样 就在华露的眼睛上面了 不会的 明天潘潘一家就要离开张家山了 在离开前 潘潘和爸爸还有一个心愿要完成 他们说我们吃这么多好吃的 我真的很感动 所以我在我的心里想一想 村子里面的人他们没有发展 我要给他们一个惊喜 做什么办 我们也做一沙拉 出台沙拉面包 这边的 好多水在里面 一些东西叫颜色是吧 那里面也可以 菠菜和萝卜都可以 土造柴锅版的意大利面终于出国了 大家纷纷争相品尝 这两种来自不同地域 不同制作工艺 不同文化背景的面条 在陕北的黄土地上 第一次交融碰撞 给全村老少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新鲜体验和欢乐时光 我向大家伙介绍我身边这一位 胡心明 来自我们国家泥塑艺术之乡 陕西省凤祥县六营村 在电视中播出了2017年春晚吉祥物凤伟鸡 是陕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胡心明所做的视频后 胡老师所在的六营村来了位特殊的客人 向他提出了一个意外的请求 想跟他拜师学艺 面对突如其来的拜师要求 胡老师并没有答应 从过去那种观点来讲 我们分家民俗这种手机是传来不传你 是很保守的 何况是把这传授给一个外国女娃 那是不可能的 美山出生于法国西南部的屠龙兹市 20岁时一个偶然的机会 与西安小伙黄真在法国相识 2006年黄真学成归国 喜欢中国文化的美山 也一同来到中国西安生活 凤翔泥塑 是中国独具民族特色的泥塑类手工制品 历史达三千年之旧 2006年被列为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其实为了让胡老师接受自己 在这一次来之前 美山做足了功课 这份礼物让胡老师对这位法国姑娘刮目相看 胡老师决定 教美山一些泥塑的基本东西 晋山选料是制作泥塑的第一步 我们走吧 好 美山跟着师傅来到村外 在河床淤积的地方寻找合适的土料 住这一个地方 对 好 再来一下 再用点 来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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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弥宿的悬土非常严格 必须是这种历经岁月打磨 富含矿物质的土壤 拿牙 它吃起来 你看 它就像很绵 不滋滋香 一般的土你要放到最大 马上就感觉有那个沙子 就秤了秤牙 没啥味道 然后黏黏的 嗯 汤汤的险子 还有那个肩膀那边 确实是 这样到实际了 妈 老师呀 一二 好 好的 敲成核桃大 就是四公分大的链 取土回来后 美山开始跟着老师 这是砸土 搅适量水浸泡土 再加入上好的棉花 慢慢砸 直到所有棉花砸进土里后 还要再加入一款秘密原料 糯米汁 这个基本的感觉 已经感到它像一个兔子 为什么 就是多带香 把你这鸡脚进去 你看就像个兔子 你要不像的话 我马上给你 把你这个鸡脚给你变一下 你看看 它跟兔子一样 它的兔子那么胖 你看你看 你现在你看 是不是跟兔子 特别像 还同步 包括它的腿骨 都要很正确的到位置 才能看出是 牛的那种力量感 凤翔迷索的主要特点之一 是要抓住作品的神韵 为了让美山 能真正体会到其中的深意 老师给美山传授了个秘诀 我真的是没想到 它会让我去找一个 沾沾的牛去观察 在城里长大的美山 从来没有见过真牛 美山上哪去找牛呢 早上六点半 是六营村一天最热闹的时刻 乡亲们聚集在一起跳广场舞 今天美山也早早来到这里 她决定加入广场舞队伍 和村民拉近感情 在寻求帮助 大村子真好 真棒 很快 美山便和热情的村民打成一片 你们这里有没有养牛 养牛 养牛也养 在乡亲们的热心指点下 美山最终在一位老乡家 找到一头牛 这边总是 要带颜色 好美 好漂亮 开始捏的时候 好像没有那么细 就是我自己要弄得稍微 粗一点 可爱 你根本别动好不好 先看到这些骨头 看一下自己 老师说我捏的牛 就像一个小兔子 所以不行 我要重说一下 经过一上午的认真观察 美山决定 根据自己观察到的实际体会 继续那头牛的造型创作 去找老师吧 你爸应该是 他是送着欠的 你应该能给七十分 七十分 我感觉心里很高兴 你感觉还是给我带来特别多的灵感 就是简单的说 我想 我知道这些 以后就感觉 真的是很想做一些事情 把这些好的文化历史 介绍给外国人 也介绍给中国人 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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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中旬 安徽省的广德山天气寒冷 白尖人是江苏刘京竹客名家 裴迪恩是跟着他学习刘京竹客 你怎么来评似他是几年了 几年的话 一个就是从下面 他一个审阔下可以判断 那是很嫩的 白尖人向裴迪恩介绍选竹子的知识 嫩绿 这个是说什么发黑了是吧 发黑了 这个是在白白的嫩毛的 它就是比较嫩的 冬季竹子结构紧密 质地坚硬 没有病虫害 每到这个季节 白尖人都会到山里来选竹子 用来做竹客的材料 刘京竹客是中国传统的雕刻艺术 用竹子表面一层薄薄的竹青来雕刻图案 刘京竹客不仅是长州历史上的三角之一 还被评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 近代以来 长州人白世锋名动江湖 成为刘京竹客一代大师 在他晚年 他把手艺留给了儿子白尖人 年近六十的白尖人 成为刘京竹客的传承人 六到七年了 对 正适合我们做刘京 法国人裴迪恩 公职于一家法资企业 是负责公司财务的副总裁 2010年 因为工作原因 他来到了中国上海 只有在周末不忙的时间 才能带着翻译 从上海开车赶到江苏常州 谁砍 要他砍吗 还是让他举啊 扶着 对 那你不砍 不砍了 倒下来就可以了 谢谢 好 上来 好 谢谢 好 来了 对了 好 对 往那边搬 搬过来 对 好 正好 OK 好了 白尖人老师开馆多年 遇到的外国爱好者 也不在少数 大多都是一时兴起 面对裴迪恩的求学请求 白老师只是出于礼貌答应下来 结果我就说 你真的要做 只能到我家 我工具都在家里 他在睡想 他真的想好闲 那一下就跟他家里 你拉这里 你拉 砍下来的竹子 要在24小时内 进行切片烹竹 他又味着 又进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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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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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颜色很漂亮 看在那儿 我会说两片 然后我可以切成不同颜色 它就先切两片 对开 先对开 裴迪恩跟着白老师来到山民家里 切好的竹子要用旺火煮开 沸水中加入鸣帆 去除竹鸡里面的糖分 烧出可能存在的寄生虫和虫卵 盖起来 烧开 我们可以计时 大概就烧开以后 你必须煮两个小时 回到上海 佩迪恩像往常一样 练习足课成了他每天空闲时间的必修课 这个周末 佩迪恩如约赶到了长洲 这个是梅兰族局吧 白老师没有寒暄 而是让他拿出最近的作品 我看他第一件东西出来 我就感觉到他这个会他自己的创意 因为他第一件作品拿出来 虽然看那个图案比较简单一些 但是他的内涵 他把他的思想都融入了进去了 这个是第一个花 这个是柠檬 这个是柠檬 这个是第二个花 这个是第三个花 因为你觉得它变得更好 还是同样的 进步是确实应该是明显的 看着杨学生裴迪恩如此心急 白老师早已成竹在胸 进场 两位学生依次敬过白老师授叶茶 身居一宫 就算是入了刘京竹课的门 谢谢 今天再者正式收国内级钱凯业 和国际上裴迪恩为徒 我会尽力尽 我会尽力尽 我非常感兴奋你的赛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